为什么国民党公投宣传 朱立伦不去 他不合群吗 看起来不是很合群 看起来不是很合群 人家在讲我就直接回答你 因为他也有行程 郑仁有时候不参加 跟参加有时候当然就是 在巧妙之间 我们就会看就是说 OK如果你没有参加 这就一个重要的活动 最少对党内来讲 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活动 其他人都有到的话 你没来大家都比较好奇 他的说法是说 他因为有行程 看起来是要去见老王 他去跟王院长见面 是是是跟王院长见面 但是见面大概看起来 也没有特别的 有比较热络的互动 甚至就是后来也说什么 后来就离开了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当然 会凸显出来就是说 外界在观看国民党跟民进党 其实会发现到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也就是民进党 当然他有他自己党内的 这样一个派系的问题 跟他一个选举的文化 但基本上民进党的 所有人的主轴 大概就是以党发展为主 没有党就没有个人 现在国民党会让人家 有些觉得是没有个人就没有党 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 比现在的党更厉害 不然他们干嘛出来挑战江启成 这个都可以理解 所以你看一下 如果朱立伦去参加 国民党的公投宣传 我认为这个主场是江启成的 如果去参加了 是不是帮他抬轿 所以朱立伦说法是说 后面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会有他们的做法 也会努力的去推动 大家所谓的后面 我认为当然前提是 不是江启成来做主导 换他要做主导 那我刚刚特别强调 这就是国民党跟民党 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国民党现在看起来 很多人都认为 自己可以凌驾在 现在的党之上 所以没有个人就没有党 可是我刚刚讲 民进党是没有党就没有个人 所以民党就算他初选 争得乱七八糟或怎样 他只要一定调完了之后 所有人可以全力回发 没有党发展 其他都假的 那国民党能不能走到这一块 我觉得这就要看他每一个人 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想法 但回到刚刚讲的民调 朱立伦其实 因为刚刚宇韶真的是善心 他说这个东西对朱立伦不公平 应该是给他讲 可是朱立伦不是一个政治菜鸟嘛 他对国人来讲 他也熟悉他 新北市市长也做过 行政院副院长也做过 市长也做过 对 修设计党员县嘛 还有立法委员也做过 还做过国民党党主席 这我都忘了 还选过总统 对对对 可是这些东西 对他有没有正向的加分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回到 刚刚的那个民调 那个民调里面 因为他呈现几个 不同的调查的方向 我基本上认为他可以被参考 原意是总统的民调 比行政院院长高 合理 行政院长做基层室嘛 内政的部分不满 会直接回向到他 民众对于总统的高度 大概就是国防外交两岸 这个你如果这个地方 你有维持住稳住 基本上总统民调不会掉太大 除非你是个人的问题 那所以我刚刚讲 这个民调基本上 在这条线上面 他是可以被理解 他为什么有这个差距 可是我们就回来看 朱立荣为什么他的民调 跟他的信任度 没办法大幅度的拉抬 甚至你如果真的来看来说 他可能如果你把整体的进来 他可能比其他国民党 现实上还低 因为民众第一个对他有距离感 也是在这段时间 他也不参加热衷 国民党内的活动 也很多东西他也没有要表达 都是到现在要选举的时候 他突然出现说 我可以来做 民众会在这间上有存疑 第二个是什么 你知道他曾经公共党党主席 当年国民党的换柱风波的时候 对他是个大伤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觉得 你前一天还拉红袖柱的手 还在那边跟人家拿着旗子 授旗在那里摇摇摇 怎么隔两天完了之后 不好意思 我真的觉得你不行 换谁 大家都觉得我比较适合 我觉得这个东西 可能他真理心里面 有千百万个不愿意 可是这个其实对他后期来讲 很多人会质疑讲说 你现在到底出来算 你到底是为了要个人铺路 还是你今天是真的 像江启臣最早要讲说 我就没要算 那他这一块 你以后可以挑战他 可是朱立伦的这件事情 如果要我反而觉得 国民党希望有一个大名大放的 对我今天出来选 我就是觉得我有本事 我就是能带国民党胜选 把话讲硬 但你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 会让一些人对于他的 所谓的支持度 跟他的信心度会觉得 我如果对你又不是很了解的时候 我在这个阶段我先保留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对他来讲 也会有点不公平 因为你保留嘛 不见得真的给他 但我就讲 如果你在这一段时间 你很热衷去参与 或者是怎样 我相信民众对你的那个熟悉感会不会 但因为前一段时间你也没做 余曹你怎么看 不是我要帮朱立伦说话 这份民调对朱立伦相对来讲 有两个不公平 真的吗 第一个不公平的地方是 这里面大家都有防疫的角色 不论是好是坏 柯文哲代表就是相对较差的 其他的都有角色 不论蔡总统赖富 或是郑文山跟侯友宜这六都市上 在防疫之中很快的就会得到 红利或是负债 可是朱立伦现在在防疫之中 没有角色啊 所以说相对来讲 大家一听到现阶段 大家最关注的还是疫苗 或是防疫嘛 所以朱立伦在这个议题中 没有角色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呢 朱立伦现阶段 正在肉搏蛋之中嘛 你支持江启臣的人 接到这个电话 问到朱立伦你觉得 会给朱立伦夺好的信任度 所以我觉得这个民调啊 基本上有他实际上的偏误 所以说那等什么时候叫明朗呢 等朱立伦假如啦 假设啦 9月25号他当选国民党主席的时候 那么他就变成最大在野党主席嘛 在防疫的过程之中呢 他变最大在野党的这个掌舵者嘛 他就会有角色 那时候在观察10月 假设当选之后嘛 总是要给他一个月时间嘛 他不是新手的啦 老手再重新回来当老司机 再给他一个月 做这个民调 我认为朱立伦就不会这么低 这低一点 对点下面那个 我觉得变数还很多啦 因为现阶段 这个都是凭印象分数你知道吗 就是用什么 这是用情感 不是用政策跟客观面 所以这是现阶段的印象分数 不太能够呢反映啊两年后 两年多以后的这个事实 这个是呢 我觉得国政民调这个部分啊 因为我对戴利安的民调 还是有他的信任啊 即便很多线上朋友 可能对美丽岛电子报 会有一些想法 戴利安的民调长期来讲 有他的专业性感 没错没错没错 我认为最有趣的地方是啊 我来对比一下好了 当2022这么民调困难的地方在哪 我说对民进党来讲 是不断的被蓝绿在做疫苗 或是呢防疫的攻防过程之中 所做出来的 当然现阶段疫情趋缓 疫苗原则上也都 比较足够的状况之下 人心的口况就会比较少嘛 就会回归到基本面嘛 所以呢这是把前几个月啊 被扣掉的部分啊 的基本盘给补回来 第二个难得的地方有两点 第二是什么 你去看啊这15年以来啊 你去问民众 特别第二任的时候 你问民众啊 有关经济的部分啊 我跟各位说 超过两成啊就已经很不错了 因为所有人这是人性 对所谓的经济啊 你问他说你过得好不好 多数人那么会觉得 我还不够好嘛 还不会更好嘛 所以啊三成三 这个将近百分之三十四啊 这是我印象中啊 戴利安做的民调这15年以来 相对来讲是比较高 不要忘了现在是疫情 然后来对比啊 马英九在第二任的第二年 他的支持度上要多少 就是大家所熟悉的9.2 请问那个时候 民进党有权力轰马英九吗 他还是有主场优势嘛 那也就是呢 大概啦 2014年开始发生一些事情呢 就是太阳花嘛 所以说呢 我们来做这样的一来一往之间的对比啊 来凸显 徐晓鑫有说的 国民党当然没有委赢的事情 而这份民调之所以难能可贵的地方是 最后一点 苏贞昌院长啊 基本上有人认为他应该要下来 可是这也是啊 我看那个上报的陈嘉宏总编啊 有个论点 非常有趣啊 这也是苏贞昌民调啊 下滑之后第五次黄金交叉 这很难啊 就是你往下走的时候呢 你要在谷底访谈 它很难 但是呢 苏贞昌居然有办法当隔魁的 这个任内第五次黄金交叉 那你就代表说呢 其实他在政策面 你可以在情感下不喜欢他 我的好朋友 叶元之最喜欢摩托尊真讲话嘛 你可以讨厌他 可是对一般民众来讲 其实苏内阁的执政成绩 并不像某些人带着风向说呢 他挥幻不可 所以说这个民调大概还是反映出呢 现在台湾最新的民意 公投活动那一天 其实朱立仁去干什么呢 他去这个跟王金平见面 但是王金平话没说完就要走 招批不礼貌 这个朱立仁说因为我敢行程 说王金平回媒体提问 问到一半的时候呢 连胜文突然说要赶高铁 朱立仁也看了手表 马上说就跟胜文 我们一起被地方人士批评了 这个其实朱立仁这一点 真的要注意 因为王前院长好歹也是 在高雄或者说在地方派系上 其实都是很有影响力 小心所以你要补充 因为连胜文跟朱立仁 在当天晚上有一个 青年创业相关的一个论坛 我是主持人 所以说因为高雄离台北的话 你一定要赶上高铁嘛 不然他们两个要怎么样 一起回来参加那个活动呢 那那个活动又是比 跟王院长约之前更久订好的 而且那是青年创业的这个活动 我觉得是还蛮重要的 所以说他也不是说不礼貌就要走 我相信那个时间是本来就讲好 那可能旁边听的人不知道啊 就是说旁边敲边鼓的 他哪知道说王跟朱他约几点到几点 那那个时间到了 他们必须要离开去搭高铁 才能赶上晚上的活动嘛 晚上是七点左右 所以他们其实是蛮赶的 一过来一回来之后 马上就是到活动的现场 所以我觉得是旁边周边的人 不晓得朱跟王约的时段 以为说好像我跟你约 比如说假设说五点好了 那五点六点七点八点九点十点 那都无所谓 但我们约是 我们政治人不是这样嘛 我跟你约我会约一个比如五点到六点 那个时间到了那其实差不多了 那我就后面还有行程要离开 这大家都可以理解 那周边的人可能只知道 他们约了五点 不知道对方六点要走 才会有这样子的说法啦